政府現在在電區說明年度 這關公告臺府的心意 領事專告總是來進出 這個公告條件要做的話 今天有何記憲記者回來的基礎 說過去研究以條件 主要都是用經濟所理作本 不過他們有何會來用 這個無料的基礎 跟聽法的基礎來評斷 政府條件到底有調到一定標準嗎 台北市已經有名的保釋家 專門拚國家科技 講一個保釋班一直都有 但是說無緣對部分 現在年輕人來說 不是替飯碗 也不是頭一個選擇 他就是一個固定的模式去加行 就是用眼子去加 而不會因為你比較努力 而怎麼樣 對所以就是考量點 會比較低一點點 專告總和幾六的團體 這齣最近幾年 國家科技補庫越下降 說無緣離開比越貴心 主委員是公告薪水條件 截不到民間薪水的形象 社會地位來下降 就沒有辦法吸引到有熱誠優秀的 這樣的一個年輕的勞工投入這樣的一個交易服務 這其實是國家社會的損失 進出公告條件發財化 專告眾以民間薪水的追蹤 跟無價基礎做標準 提出無優基礎 跟電化基礎 一百控制到一百控制九年 民間公司 十九月薪水 形象七點二九趴 但一百十一年 軍公告條件四趴是重度的無優 一百控制八月到一百控制七月 無價基礎 形象三點五六趴 也不夠聽話的認定 整個經濟的一個成長 應該是全民共享 全民去投入的 結果為什麼 公教人員的一個調補 會趕不上民間平均薪資的調補 那這不是羞辱 什麼才是羞辱 因為公告一百十二年 敢要條身還是條是多少 最近會知道 專告眾共調會以無償跟電化機票 來平斷行政年的條身正確 敢是要繼續無償電話廣告完 記者臨修會心志明 台北報道 我剛才是大廣告完 我剛才也是 那一口 我剛才叫你 我剛才說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